SBL最後賽第二輪 富邦勇士跟新北玉龍系列賽第三戰 首節尾聲有小差距 賽樂維尤邦隊友掩護跟衛宜兵膝蓋相撞 倒在地板上表情痛苦 豪險大具狀況並無大礙 第二節回到場上 不只硬吃得手 所有跟蔡文成成功連線 但手灌籃 告訴富邦球迷MAN環漏 賽樂上一場 進場九分八籃板 搭配團隊三分球命中率42.9% 富邦以35比29暫時領先 玉龍不想像對方聽牌 在第三節真的得加把勁 即張中心單節強攻十二分 靠李德威劃聲的高射炮 以胡凱翔單節九分當中下 同大軍追了上來 更還的是 盧冠良決定在第三節中秒前 從後場扔進超級大號的鴨燒三分蛋 讓玉龍是以55比52反超進入決勝節 這不可C的一擊 激起全隊上下的屍氣 那一位胡帝位置空姿怒 下一波進攻輪到胡凱翔 又是一顆三分總砲 然而副邦還沒有放棄 決勝關頭撐了對手命中率下滑 林輸也不知搶分 還出攻跟賽勒單手灌籃 一波失筆反撲 追平戰局 無奈加發沒進 且玉龍之變 盧冠幾乎拋頭沒能把握住 兩隊69比69平手 幾乎延長 毫力這一段 兩隊一周不分宣治 倒數三十多秒 豪帝在進攻時間倒點成出手沒進 蔡允潛要籃板 但球裡面能穩下來發生了失誤 玉龍趁機打一波反快攻 由盧冠兩百進兩分 要到領先 但不到最後一刻 真的很難說 原副邦的張柏惟 又在最後十秒時 投進關鍵的 低腳三分蛋 副邦一分超前 就看玉龍如何回應 盤冠出手沒進 球出界 只剩下0.18秒 底線發球想接吊籃下 沒有 中場 副邦勇士是以79比78 驚險獲勝 接賽要到3比0的 聽牌優勢 環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